办公室风水要去注意些什么 赶快请教一下 办公室还有一个啦 家里啦 家里也要啦 对 家里也要 办公室家里都要 好 现代真的是 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财为养命之源 那所以呢 那以今年 我们以流年风水而言的话 今天提供各位朋友这个方法呢 这个叫做九宫 九宫飞行法 那这个九宫我们很简单 我们把家里面 如果有平面图的话 我们把家里分成 等分为九个宫位 那当然就是说 九个宫位出来之后 那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把指北针 或者是指南针拿出来 好 来 我帮大家准备好 指北针 像这样 是 像这样拿出来 对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下载一个APP啦 很容易啊 现在好方便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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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手机之后 对 真的 好 OK 那以这个拿出来的之后呢 那我们就知道 每个方位在哪里了 那方位在哪里之后 那以2022年 如果我们要求事业 求财运的话 有两个方位 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 在哪里呢 像是东北方 东北方 还有像西北方 就很重要 像我们摄影棚的话 东北方 所以现在 现在各位观众朋友 你先赶紧把手机拿出来 如果说呢 现在应该大部分都在家里 大家都放下 大家看电视 可是如果说 您家 您的办公桌 就在家里面的话 你就把手机拿出来 平放在桌子上 去看东北和西北在哪边 找出来之后 注意哦 这就是你今年 今年可以加强的 彩位方 今天主要就是 跟各位朋友来分享 我们都希望 过完年之后 我的收入 特别是 投资理财的绩效 可以大大提升嘛 那过年期间 我能够怎么做呢 来 我们找到东北方之后 找到东北方以后 找到东北方以后 来来来 好 跟大家介绍 为什么东北方 在今年那么那么的重要 首先第一个 东北方它在流年 它是大财位 是一个正财星 正财星它主管了 正值收入 投资理财 那我们能够怎么做 第一个最简单的 干净 整洁 明亮 这最基本的 不要堆杂物 那我相信 金金很亮 金金 我觉得不是杂物 对 我相信 我相信过了 过年之前 大家都大扫除过了 都大扫除过了 好 好的 那然后呢 如果不够明亮 放展灯可以吗 可以 我可以放盐灯 放盐灯 或者说放一盏台灯 桌灯 那最好就是 过年期间 我都让它保持常亮的 好 那这样子做完了之后呢 那再接下来 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我们可以多多利用颜色 多多利用材质 那像以东北方 它喜欢的颜色 它就是喜欢黄色 喜欢大地色 大地色 现在很多设计师 喜欢用 它是中性色 对 那我可以再抱枕啦 或者是说我的沙发啦 我可以选这种颜色 那以材质呢 我就会喜欢 比方说像水晶 或者是陶瓷类的 我只要颜色 材质有搭配到 其实对于东北方的气场 它就有帮助 是 那最后 如果我们 前面两项都做到了 我希望好 还要更好 那可以放风水屋 那风水屋的话 各位朋友 现在过年嘛 大街上就是红通通的 喜气洋洋 我们可以去找一个 红色的聚宝盆 找了聚宝盆之后 我把它擦干净 洗干净 计划完了 我放在家里的东北方 自然而然 过年 不要说过晚年 过年期间 你的手气 就会特别特别的旺 你是说这个吗 是的 摸一下 方程之战 会大旺的 对吧 红色的中间 里面要放东西吗 其实如果能放的话 我们可以放一些 黄水镜的碎石 那是最好的 是 是 风路老师要好好记 过年一点 不掉 对 我觉得风路老师 在这几天 不妨就 不要换衣服了吧 就一直穿着 穿着衣服 对 而且在哪里买 我也要一件 赶快找一下 家里东北方在哪里 就穿着 真的 而且我要爆料一下 刚刚风路老师 你看他都没有表情 他听得很认真 为什么呢 最近买新厨 然后在装 哇 恭喜 是不是 放财位 哪边 东北 你看真的听得很认真 好像也有一首歌啊 一定要飘向北方 飘向北方 今晚这首歌有点禁忌 飘向北方 不然好像飘向南方好了 不是 好 东北方 可是我相信 一定有观众朋友 遇到一个情况 我东北方是厕所 或者我东北方是厨房 又或者我东北方缺脚 我用不了 那难道我2022年 我就要 持栽面佛吗 没有财了吗 不是 那所以刚才就讲了 其实每个榴年都有两个财位 那以在今年的话 另外一个财位 就在我们的西北方 东北不行就来西北 西北方他主管的偏财 但是大家不要把偏财贴标签 觉得是说这是投机啦 或者是说什么 什么呱呱乐啦 千乐透这种 他只是偏财的一点点而已 偏财在我的定义上 他是意外之财 那我要怎么创造意外之财 很简单 首先也是像刚刚跟各位朋友分享的 我找出西北方在哪里 再来干净整洁明亮 那再来呢 以颜色 我们今年西北方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呢 是白色 还有金属色 这个金属色就是 我只要带有金属光泽 比方说像是玫瑰金 或者是说像我们 哇你看桌面上的这个金条 跟金元宝 金光鲜鲜 你看我们风博老师今年是 他今天真的是有备而来 穿着大红又带着大金元宝 对 真的是财神 真的可以 那就把风博老师放在家里的西北方 然后你等一下坐在那里 可以那个人形立牌 请供回去 我觉得我可以出那个写真集 是不是 你就坐在这里 他是风神月曆 每个月都可以看到一夜一夜 然后你回到家就坐在西北方 是 太棒了 因为不是我们就要放个龙椅这样 对 喔 好 好 那当然就是说 那以材质而言的话 我们可以放一些金属的白饰品 金 银 铜 铁 锡 鋁 这几个材质都OK 不几个材质 不几个材质 像我相信 有很多观众朋友家里面都有一些 铜制的吉祥物 那像这一些 在我们在今年的时候 就可以放在西北方 所以一些铜雕 对 那它藉由这些颜色啊材质 其实自然而然就能够 帮西北方 它应有的气场做加强 那当然最后第三点 如果我们期待 我们再摆放一些风水物的话 我们可以放什么呢 我们可以放白色的巨宝盆 刚刚东北方放红色 西北方我们放白色 是 那其实在过年期间 我们只要很简单 我们用这种很生活 省时省力省钱省麻烦的方法 都能够帮助我们在今年的财运加持 吹出来 刚刚讲的 但白色的巨宝盆比较难找 说真的 那如果是在办公室的话呢 办公室 对 办公室的话也是一样 比方说以这张桌子 东北跟西北方 对 东北我们就找出 东北方跟西北方在哪边 一样的方法 对 相对的 你比方说在东北方 那我们就可以 比方说像风露老师是属马 那我就可以放一个陶瓷的马 在我的东北方 因为陶瓷 它本身五星就属土 就是东北方喜欢的 是 刚刚讲到这个办公室的部分 是大格局的办公室 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通常 就是自己一个小小办公桌 那大办公室 大区域的那个风水保卫 可能都是总编辑 副总 都先抢走了 当然 那我们怎么办 我自己的小小的方程之地 可以讲 当然可以 我比方说 假设这是我的办公桌 其实今天讲的是 大部分朋友会遇到的状况 我就只有一个OA 就是一个办公桌 那我就比方说 假设我办公桌 我东北方是在这个角落 那我就把刚刚东北方 喜欢的材质跟生肖 放在这里 那如果说 假设我东北方在这边 那东北方这里不适合摆 那我只能摆西北方 西北方 西北方就在这里 那我就可以摆这边了 是 至少有第一顺位 第二顺位可以选择 就是自己的一方小天地 我们也可以自己加持 天天吸收这个财运 是 对 对 对